我们公司跟一般的公司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公司做得非常的扎 我们主要的话是做网络的购物 就是现在很流行的电商 那我们公司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经营婚友社 那我还有开餐厅 我还有做冷冻食品 那我前两年还有开始做文创这一方面 所以我每一天 我大概五点就已经起床开始工作 一早起来我就开始看前一天所有同事的报表 因为像在我们台北的话 我们有两间办公司 高雄也有一间公司 那我在日本也有一间公司 所以五点起来 我就必须要看前一天 所有同事他们做一些什么 有什么样的问题 所以很忙 每天五点起来就开始在工作 我自己本身有很多台笔记型电脑 因应不同的需求 有时候常会发生 比如说已经上了高铁了 才发现完蛋了 一个很重要的档案 可能他是忘了抠到我的随身笔 或者是说那个随身笔 我根本就放在我的办公桌上 我就忘去带来 那就很麻烦 他还打电话回去 然后再请同事 可能再传给我 然后再用email去接收 非常的麻烦 他本身他有支援云端 所以像有些什么 ecell啊 一些表格什么资料啊 等等的 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到 我们的云端上面 所以我觉得他在商务人士的 使用方面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具 尤其是 你知道吗 商务人士 其实我们都非常的忙碌 那非常的忙 你不太可能说 为了想要节省 要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你去买一个工具 然后你为了这个工具 你还要再花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然后再去研究这东西怎么用啊 我觉得工具是这样 工具是拿来用的 不是买一个工具拿来学 Surface他的那个触碰笔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便利 而且他设计 我觉得非常有巧思 其实像这种 不管是手机也好啊 电脑平板 有时候你为了要启动一个功能 你都得去找他的icon 到底在哪里 然后一层一层的去找 所以有时候 当然他不会说花很多时间啦 了不起就花个五秒八秒 可是你知道有时候在忙的时候 这五秒八秒 每次累积起来 你就会觉得很不耐烦 那他这个笔 我觉得设计的非常的可爱 他在那个笔 笔端的部分 你只要按一下 他马上就呼叫 就可以启动他这个功能 所以有时候你有一些资料 例如说一个电话来 你可能有时候要抄一个什么数字 抄一个一些什么资料 你按一下 马上就可以在那边书写 我觉得Surface他是这样子 他是让我们商务人士 可以节省很多时间的一个商用工具